今天最厲害的是呢 它的天花板是可以打的 跑出來 就可以在這邊泡湯 阿嬤 妳的卡丞 我比較壓抑的是這種東西 居然還有在生產 該不會從我們那個年代放到現在的吧 我上來了 太多人了 我們自己的新來賓 興奮喔 迫不及待嗎 久違了 久違了 解釋一下為何這麼久沒有更新影片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呢 我們上次拍完影片之後 去彈彈看棒球 然後我們的小瑪莉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 順便更新了一下 升級了我們的攝影設備 看得到嗎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們的身體 這陣子出了一點狀況 所以我們就在家閉關休養了一陣子 然後現在身體有越來越好 有找到生病的原因 然後也在吃藥控制 然後也身體越來越好了 總而言之 這是我們久違的影片 我們回歸了 我們陸續可以再繼續拍影片 我們今天也是跟家人 我們要去美濃 半條 然後之後我們要去六龜露營 因為它是有露營車加上帳篷的 只是它也是懶人露營 豪華懶人露營 它有自己的衛浴在裡面 然後還可以在房間裡面泡湯 我希望待會去到那邊不會失望 因為我們這次帶了龐大的陣仗 一口氣十五個人 你不會叫彩色板條啊 這就是彩色板條啦 不是要叫那個 介紹一下你的食材 我推薦點乾麵 會變成一坨 所以看起來就還好 烤水耶 白的味道 是像藍色的太小 要做介紹 白色原味 黃色之子花 藍色蝶豆花 白色甜菜 白色甜菜 跟綠色地瓜葉 自成的味道 嗚喔 它彩色的 它剛剛有介紹的 這一系列的口味 我就記得整個綠色叫做地瓜葉 然後呢 要沾那個醬 綠色的地瓜葉口味 QQ的 很對葉子的味道 但一定要沾那個醬 不然它本身是沒有味道 我再吃一個粉色 它這個顏色 它這個醬裡面有花生 跟芝麻 其實我覺得每一種不一樣 跟它主要的味道 就是這個醬味道 跟醬是三一樣的 然後基本上 口味吃起來都是醬 所以是一樣的味道 好 再來吃看看這個 味道蠻重的 它就是蒸蛋 但它味道蠻重的 六龜大偶 有 它停業中 來六龜堡 來這麼多吃 就沒有來到這個地瓜 你看 老人家比年輕人們還愛爬 那哪會爬啊 我以為 整個蛤蠻重的 要離開六龜大火了 它前往我們的露營地了 剛剛有飄一點茫茫細雨 這邊的環境空氣超美的 就很像群山環繞的感覺 我們又來到了 這裡是寶萊 然後我們這次又選擇能住的 又是露營車 這一台露營車跟上一次那個露營車 很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呢 你看看這邊 上一次是只有床墊 這一次呢 它還有附這個 今天這裡 它的是呢 它的天花板是可以打 現在很髒 因為在下雨 Mendu找到它的狗窩了 然後這裡 有一個好處是它還可以帶狗狗 可以帶寵物 而且只是需要付押金喔 Mendu你可以住這裡 這邊的話 它露營車算 它都是算兩人的價格 但它實際上可以睡到四個人 它這邊也是有一個上翔人 帶小朋友比較適合 然後這邊有冷氣啊 電視 然後還有聽笑 我都不覺得這是露營的 對啊我也覺得這個不是露營車吧 然後你看它這裡面呢 還有自己的 衛浴設備 而且它的馬桶是 免治馬桶 來你現在拉個屎給大家看 來我一直不拉屎 浴肌毛巾垃圾桶都有 然後它還乾濕分離 你以為這樣是結束了嗎 帶你們去看看它的外面 登登 這個露營車呢 一走出來 就可以在這邊泡湯 而且這個湯是冷熱池都有喔 外面還有一個馬桶有點蓬頭 可以讓你沖 只是它有點奇怪 就是大門一走進來 走出來這裡就是庭院 庭院的地方就可以烤肉 還有還有 來我們繼續走 因為我們剛好這一次的 露營車我們遞了兩間 然後我們這一間跟隔壁這一間 是可以打通的 看這裡一個門 今天晚上天空不作美 來這邊露營的話 下午蚊子都特多了 所以來這邊一定要帶訪蚊液 這邊是食品加工區的婆婆們 因為是烤肉 如果後面的食材分類好之後 就傳送到前面的烤肉食 應該是一個試吃者 他很偉大他的工作 結果他吃完之後 驗證以後 沒有 有天然的交響樂團 有他喝嗎 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吵 趁到一塊吐司夾肉 怎麼樣 讚喔 今天的第一出場 你看 好 兩次交的 因為我們這樣 三個 明顯本來他口感就是這樣 好 你啦 好吃啊 靠回家 這比明顯不好啦 這比明顯的問題 有來多人 我不要太多 阿嬤姐妳的腳趁 我 我 在外面她的腳趁 說實際那個 在外面 在外面 今天真的一個醜掉下來 真的呢 他剛好在打 也沒有在打 我都在打 睡覺 都要照起來 你也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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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照顧 你也照顧一下 這是這一隻啊 那人不知道 三個都在吞 不知道他要死 沒有啦 沒有啦 真的有 真的有 等一下我給你拿 不要動 不要動 我小時候是小頭而已 不要動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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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照顧一下 你怎麼來 學啦 哇 好煙霧 疲憾 你看 啊你沒有要泡湯 有啊 你用啊 有沒有泡湯啊 你的肚子在鎖小腹 剛剛明明就不是這個尺寸 就是這個尺寸啊 一個人泡湯 然後要中多個 哈哈哈哈 喔 好燙的啊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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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這也大湯 在大湯 那裡就不用 這也要泡湯 沒有 也要泡湯呢 燙死他了 要把它改了 不要 今天最長 不 有點爽 要整段都行 我兩邊這樣輪流泡就不會 整段都行 不是 不是 對 一天晚上結束 烤完肉 烤完湯 洗個澡 梳 我們今天要走去吃早餐 一天一天去叫大家出門 吃早餐 吃早餐 一天一天叫人都走出來了 我們從住處去然後走來這邊是吃早餐的地方 然後這邊早餐是住餐Buffet 早安 早安 阿嬤吃的是中式吃飯 早安 早安 老朋友都吃中式的 沒有 叫兩個叫雞屍的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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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很多 沒關係不要放下股票 今天就好好享受 看你喔 超好吃的 這邊是西餐區 西餐區 這是年輕人與老人的介紹 你吃一口 因為有多老啊 要吃飽喔 這是西飯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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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給你泡腳的深度 現在這邊就是聊天 吹涼工也不錯 冰的 冰的喔 這也是冷泉對不對 冷泉 這個也是冷泉的 26度 這邊溫泉泡湯應該有十段氣 像它現在的水就是都還沒有開 所以大部分的水都是那個 常溫的 應該到下午還會再換水 然後它整體的泡湯大眾吃泡湯區就這邊 蠻多的 大概六七個 然後還有煮湯 如果晚上下午的時候來吹吹涼工 那裡面泡湯還蠻不錯的 旁邊也有管理 我們去看一下它的廁所跟管理 還蠻乾淨的耶 而且它打開就會自己亮燈 真的耶 所以你來這邊不一定一定要住宿 就是也可以來吹 有男女的浴室 然後跟冰水機都有 它這邊還有一個手倉區 尤其現在因為疫情 所以它沒有放水 不然這也是蠻特別的 我們現在來突襲 隨便走到一間 遠三一 嗨 阿貝不在哪 要去哪裡 要去外面了吧 哇 我們人都來突襲耶 然後這是他們的衛浴區 這裡兩門的是這個 它不是燙烏 是不是自己的疫區 這裡是動物園 欸 回來了 可愛動物區 好像在那個寵物店 隔著玻璃這樣看到我 真的 你看他們兩人房 可是還有兩張帥人房 對啊 其實可以收到四個人 這邊他們都昨天都被青蛙吵醒 比較遠 應該是離那裡比較遠 你看阿金說他整晚沒睡 對啊 難得嘛 親近大自然 他們的第一手錄 你拍他們 想一下手錄的感覺 還是住飯 這裡就還是會有很多小蟲 欸這個算少的 你如果去那種更錄影的地方 然後是要跟人家打妝 那還有很多洗澡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那個青蛙在那邊跳 那這個是最基礎的那個 懶人錄影 踏入錄影界的第一步 所以你第一次錄影 你就沒有想要繼續 沒有 好吧 那你也可以算是有錄影過了 謝謝 體驗第一次的錄影 出席成功 什麼爛收尾 出席第二間 我們直接走後門 你們一起在泡嗎 對啊 哦 哦 真的沒有一個什麼勁爆的畫面 可以拍嗎 可以 你們全部都在放澡 哦 哇 這個在想 天倫之樂 我們的影片不黃標 太可惜了 你們錯過了 我的突襲片段 快再把我們突襲 就這樣就提前結束了 就只突襲了一千 這是我們昨天烤肉的地方 經過一夜他們就把它整理乾淨 感謝他們很辛苦 昨天又下大雨了 然後他們還有跌倒 我就覺得很辛苦 這邊有兩個大哥來幫我們 生活 然後搬桌椅 然後還不容易滑到 這邊有工作人員給個讚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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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關係呢 嗨 美濃民族 其實大家都有來過 然後大家都是 來的記憶都是小時候 而且我們來美濃很多次 然後都是這樣咻 今天服裝剛好有FIT到 客家姑娘 把妳包包裡的茶包拿出來 剛剛早餐店香的 客家姑娘 可不可以說 這個就是又符合客家精神啊 欸這個 這個很好吃 對 番薯糖 這是番薯的對不對 買了買了 這巧克力 有 這是我的回憶 可是我不喜歡煮這個口感 老鼠排耶 這我跟劉伊凜的回憶 我常去他們家玩老鼠排 這個也超好吃的耶 椰塞哥 它是打開有沒有 然後裡面是一坨 然後還有一個小湯匙 可以吃好吃 這個我買一把 我其實比較喜歡這種巧克力 要撿一個小洞 對 因為你擦一個小洞 它有時候撿太大就 一側擠完了 不過比較壓抑的是這種東西 居然還有在生產 那該不會從我們的名單放到現在的吧 這個120 這個80 這個60 這個60 660 好 每次來都是要來這邊尋找回憶 不得不承認 這些已經是我們的回憶了 有回憶有童年代表 你已經老了 畢竟已經年邁二五了 你說這種年邁二五 我把這個片段剪上去 你就要被推推中了 然後我們現在離開美濃民宿村 就要去旗山老街 因為好人沒去過旗山老街 旗山是你的地盤對不對 是我的地盤啊 大學四年 生活圈 欸 好醜喔 好醜喔 這醜人是不是 我說好巧喔 你知道人紅就是比較常會遇到一些粉絲 要喝這樣稍等一下啊 這台U-Bike怎麼有點不一樣啊 這是電弄U-Bike 你要吃什麼呢 要吃皇家排骨飯呢 還是要吃三寶飯 還是要吃他們的紅糟肉 我要吃幽靈肉粽 幽靈肉粽要在半夜才有 味道沒變 然後還是很濃的雞湯 分量依舊很多欸 菜的話是隨機的 今天的剛好有收我感性 這個叉燒的色澤 這個是三寶飯 還有鴨 烤鴨 然後叉燒跟香腸 他那個皮非常的脆 阿媽現在想要趕快一起 想要趕快回家打麻將 你找到你自己的袋子了 對啊 才一百塊要不要買 粉紅契合袋 對啊 好可愛喔 謝謝 謝謝 掰掰 看了一百五 他這個香蕉餅 是有點像餅茶的樣子 所以他喝下去其實就更好 他就融了 他不會太好吃 他那種小小 幾乎就融在裡面 阿怎麼又多買了香蕉 剛剛不是有一段木瓜 要進去吃冰嗎 我們最後沒有去吃鴨餅 對 因為我們喝了香蕉紅茶的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那個 第二個原因是那個 這個帶不出門的狗 對 太吵了 最近電影一定會引起騷動 哇哇哇哇哇 吵死 然後你看後面這片田 感覺 不要了 所以趕快回家了 阿媽想要回家打麻將 這一次的兩天一夜 主要就是去住遠山望月 露營車跟帳篷 然後這次會就是就是 又是一起大家族旅遊 因為我們原本 這個月十八十九是要去 宜蘭貴山島 原本是要奔倒的 就疫情有點嚴重 所以我們就取消到北部的行程 因為就是只是去到 一樣都在高雄 南部行程回程的話 順路就是來到美濃跟西山老街 也就有點像一日生活圈 那看來阿嬤媽媽他們 還是比較喜歡上一次的自然圈 第一次就他們享受到太豪華了 所以他就會比較了 那我覺得這次是體驗的是露營車 加上這邊是寶萊 剛好可以泡溫泉 偶爾被那個 呱呱呱的叫聲吵到睡不著 也是不錯的體驗啦 那我們這一趟的兩天一夜 加住旅喔 寶萊遠山望月露營 我們就在這邊畫下HAPPY ENDING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